這個林口街80巷的部分 這個部分可不可以再透寬 這個部分我可能跟大家做一下報告 事實上現在我們在林口街80巷的這邊 有規劃要有剩20公尺的代表式開放空間 那事實上這20公尺的開放空間的部分 再加上圓還有8公尺的道路 那如果說未來我們在做這個 社負用地的這個專案設計的時候 如果考慮到說這個 必須要再增加車道來做這個 這個紓解這個交通的話 我們事實上其實是可以在這20公尺來做調整 那如果就那個時候開發規劃的時候來做設計 目前的這個收編的這個道路的這個狀況 是可以被允許的狀況的時候 我們可能會盡量是建議是說 退出來這20公尺 盡可能是做為人行、車行 然後跟民眾休閒的空間 所以實際上還是必須要看這個 規劃的時候的這個所有的交通的情境 然後再來做假設 好 那是不是請交通局 我們理隊長 要不要再給我休息一下 各位鄉親 剛剛提到所謂交通問題 待會兒我歸納成兩個 第一個是屬於人行的一個空間的部分 那陳武這個都發局的一個燒客長已經提到 在未來這個所有的規劃 其實對於行人的空間 行人空間留而是反而是 以現行狀況之下是要求更多 會留而更多的 因為這部分也補了我們目前的一個 市政府的一個政策 就是說針對利益數 我們要提供給行人更多的空間 所以在行人部分是可以獲得一些滿足的 那至於說巴士巷它的一個 就人流來看的話 未來人流它主要還是往捷運這個方向 就是靠這個 負責街這個方向的話 它會是主要人流的方向 所以配兒我中間有拍了一個 十一米的一個道路 我想這一部分 先就人的部分做一個說明 那舊車的部分呢 我想要提到的是說 剛剛也提到說 都發局在以往公公也住宅的一個 的一個辦理經驗當中 對於這個車輛持有以及使用的狀況 其實它的使用率是 跟持有率是相對 一般的住宅率是稍微低的 那其實另外一個特點要注意的是說 因為它 我不能說它叫捷運夠夠窄 但畢竟它與捷運是相當近的 所以基本上離捷運近的一個地區的話 它的一個自小分身的使用率 本來它因為大眾運輸的方便 捷運的方便 它的一個持有跟使用率降低 所以它為什麼在計算它的一個 車輛持有會降低 那基本上就是說 你用大眾運輸用的多的話 自然會對你的一個 道路的影響會降低 這是我們也需要的這樣的狀況 所以它還有可能把所謂 多出來的一停車空間 示範給周邊 來解決目前 目前這一些住宅還沒有更新之前 這個停車不足的問題 我也想要重量的補充 好 謝謝李科長目前的說明 那既然講到交通 我就請捷運局中規科的黃亞成黃科長 也來補充一下捷運的最新狀況 讓大家知道好不好 來 謝謝 我想各位住戶啊 地主啊 大家晚安 大家可能在不同場 其實已經見過我們還滿多次了 因為我們來這個地方 大概開 有關於捷運部分的用地的說明會 其實也辦了滿多場 當然在此我還是要感謝各位這些里長 還有這些里民的支持 其實在西東元線這個部分呢 目前應該曙光是已經露出來了 那整個的用地的一個協調來講呢 大概也獲得了大家的一個一致的共識 那所以我們在這個台北市都委會的一個審議階段來講 在專案小組部分呢已經開完了 那目前已經有初步的共識 大致上還是依照大部分那個地主的期望 來進行所謂的土地開發 那在這個地方來講 大概很快我們就會進入到大會 如果一切順利的話呢 當然還是希望齊城來配合這整個廣磁地區 還有所謂福德間地區的整體開發 就如同剛剛各位所看到 其實市府呢本身就是個團隊 今天所看到的這些單位出來呢 其實我們雖然今天不見得每個人回答到你們的問題 但是在做整個廣磁案來講呢 大家是一體的 我們包括了發展的部分 包括住宅 包括社會 包括社府 包括交通 當然還有我們捷運的工程來講 全部都結合在一起的 所以在市府的一個整個高層的指揮之下呢 其實大家都努力在完成相關的建設 為什麼各位有看到說 整個集成呢 都是配合大街上的 我們也不希望說 商業區開發好了 結果結果結果還沒好 那我們大概更不希望說 社府好了 人怎麼過來 所以整個都結合在一起 甚至於在 不管在平面也好 在立體也好 全部整合在一起的 希望說 也聽到民眾的心聲 我們也希望說 在整個人行步道系統上面呢 也盡量能夠呢 是跟後面的社福中心來做結合 也就是說不要讓這些 目的型的履次是要到社會 所謂的社會住宅的地方 或者是到社會的一個 一個所謂的 社福中心的一個使用呢 不要再走到其他的巷裡面去 但是呢 就如同剛剛這位先生所說的 確實 確實 捷運呢 它的出產量真的很大 我們就是重運量 跟著新一線接在一起 重運量 所以今天如果說一個車站來講 它尤其是端點站 所以住宅的一個通勤旅士來講呢 其實只佔小部分 如果沒有說整個商業的帶動的話呢 整條捷運的一個路線來講呢 確實也沒有辦法發揮很大的一個功能 那尤其是這一塊來講 其實我們早期的時候 我就對廣執這邊 就已經很熟悉了 我來捷運局的時候呢 是在79年來的 我第一條規劃路線呢 就是新一線 所以我常常來廣執JJ這裡走 那時候我還有看到 廣執國外院 還有那些平價住宅 所以我大概已經也是二三三三十年了 所以整個在 整個目前市府的國家資產來講呢 今天交通來講 捷運大家都已經搭過 它運輸量真的是很大 所以在目前的評估來講 這個量體呢 確實是在交通上呢 本府是已經有充分的考量 結合不管地區的道路也好 停車也好 還有捷運也好呢 至少在交通疏解方面呢 能夠有一定的改善 所以才可以去推出說 所謂的目前這樣子 一個規模的 所謂的 不管是商業區也好 或者是住宅區也好 我想 這個在市府的規劃上來講呢 是全部都有考 好像到了 還有呢 我再次還是謝謝大家的支持 那我們捷運行運動員縣呢 能夠很順利的 在很短的期間呢 就能順利開施工開始 謝謝 謝謝黃舟長 那剛剛其實有提到 斷層 那剛剛其實有提到 那段層